6月30号上午 郑兆辉 陈松林 陈颖等人 在江区澳香港东兴皇冠佳儿酒店出奇 TVB聚集全职美女的外景拍摄活动 此次一班剧组人员现身佳儿酒店 每个人去拍摄片头片尾 辉哥与松松姐姐两人表示 这是最后一天开工 他们说非常不舍得那么快拍完这部剧 松松姐姐更感言 从影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从我 从影以来 我是没有试过这样子的一个剧组 这是对我来说很好的回忆哦 对啊 好像那个感觉就是 我第一天来拍戏的时候 就是来这个酒店里面拍的一个 Ball Room啊 我们也是第二天 现在我们是最后一天 这个戏也是在这里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那么快呢 两个多月了吗 原来真是那么快 好像就是刚刚开始一样 所以我们都是 每一个人都觉得 轻轻松松地拍完一个戏 其实这个感觉是 比较 不是那么容易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又非常非常的 很真实这个 很珍惜这个感受 松松姐姐拍完这部戏之后 就恢复自己本来的身份 做回张太太 她既然自己太入戏 有可能不习惯做回张太太 我叫她不是叫她的名字 我叫她是罗丽金 谢谢人家 对 罗丽金 所以这一个 是一个能耐很强的一个角色 我都就是已经习惯了这两个多月 忽然间张太太又上身了 我有点不习惯做回我老 做回我太太的事 很快很快 很快就回去了 没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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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受访时 新生代演员陈颖表示 这部剧每天对着张智朗 都有点讨厌她了 而跟松松姐姐 及辉哥的对戏太少 叹言很不开心 觉得有点可惜 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我跟重重姐姐的戏份不多 只有两强戏好像 只有两强戏 对啊 所以我跟她接触就很少啊 所以就有点有点不开心 因为我就跟张震朗一个演戏 然后就每天都对着她 所以呢 就现在有点讨厌 对呢 所以就跟辉哥跟重重 就交流的不够多 所以就这样有点可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